民国96年11月1号,当年来自全桃源县52位在地艺文工作者,宣布成立桃源县十全美艺文推广协会,并在当天举行会员大会,以会员投票的方式顺利票选出首任理事长以及李监视等协会干部。 又别于一般协会庆祝成立方式,当初桃源县十全美艺文推广协会,以艺术和美学为出发,邀请会员们提供部分个人作品布置现场,让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充满浓浓艺文气息。 此外还请来的公益主编达人欧红金火,现场示范斗粒编织,让各个不同领域的艺文工作者能彼此观摩学习,达到会员们彼此艺文交流的目的, 也达到艺术生活化、生活有文化的闯回目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